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两行 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号称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的《流浪地球》 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架空的时代 科学家发现太阳正在急速膨胀 一百年后将吞没整个地球 为了在这场灭顶之灾中让更多的人活下来 人类联合政府制定了名为《流浪地球》的计划 打算将整个地球推离太阳系 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需要巨大的动力 人类耗费全部资源 在地表建立了一万座行星发动机 为地球逃逸提供动力 与此同时,联合政府还建立了领航元号国际空间站 为地球提供预警、领航和通讯保障 由于地表环境极度恶化 人类无法再在地面生存 于是人类又在行星发动机下方建立了地下城 部分人类被牵引进地下城 部分人类只能在外面听天由命 男主角刘佩强是一名被派往空间站的宇航员 儿子刘起很小的时候就被爷爷韩子昂带进地下城 旁难途中,爷爷还收留了一个孤女 这个人就是刘起的妹妹韩朵朵 这一天,薛妹俩厌恶了地下城的生活 他们偷来爷爷的运输车钥匙 偷偷来到了地表 此时的地表已经被大雪笼罩 两人找到运输车,开始一路旷飙 然而还没开出多远就被警察抓住 爷爷韩子昂过来捞人 不料由于贿赂自己也被捞了进去 此时警局却突发地震 韩子昂三人逃出警局,开始驾车逃离 另一边,刘佩强完成了他在国际空间站的服役 明天就将返回地球 就在众人祝贺他的时候,地球那边却传来信息 由于木星引力突然变强,地球被木星引力牵引 三十多小时后将会撞上木星 得知消息的刘培强赶紧和父亲韩子昂取得联系 并通过卫星找到了最近的避难所 韩子昂驾驶运输车往避难所驶去 大陆上却遇到政府救援队要征用他们的车辆 救援队的任务是要将发电用的火石送去停运的行星发动机 然后将地球再次推离木星 然而就在运输车穿越大峡谷的时候 却遭遇雪崩 异性人只能通过附近的大楼电梯将火石运上去 在上升途中,地面再次发生崩塌 韩子昂和队员钢子撞烈牺牲 空间站上,人工智能系统莫斯让宇航员进入休眠舱 开始执行撤离程序 刘培强听后大为吃惊 没听说莫斯有权限可以撤离啊 这不是叛逃行为吗 刘培强命令莫斯停止 但莫斯却拒绝执行刘培强的指令 于是他只好使用人工手段破坏休眠舱 从里头钻了出来 之后刘培强唤醒好友哈曼丹 两人决定阻止莫斯叛逃 他们来到太空舱外进行了艰难的操作 哈曼丹在操作中被莫斯夺去生命 只剩刘培强将空间站的动力系统停了下来 地球上刘奇找到了新的运输车和火石 他烧上救援队打算将火石送去行星发动机 不过走到半路上发动机就被其他救援队启动 然而地球仍然在不断的朝木星靠近 三小时后地球将会突破木星的钢体洛西极限 届时地球将被木星的巨大引力撕裂 面对这个绝望的场景 刘奇却灵光一闪冒出一个主意 他想起来小时候刘培强跟他说过 木星上90%都是氢气 那他要是点燃木星的氢气 巨大的爆炸力就会将地球推离木星 现在木星已经捕获了大量的地球氧气 它们缺的就是一根引爆木星的火柴 这根火柴就是我们的行星发动机 工程师王磊制定好重启发动机的计划 之后众人便按照流程 成功将七个喷射口的能量集中在了一个喷射口 然而发动机喷射的火焰仍然无法抵达木星 空间站上罗培强看着地球上的紧急情况 想到空间站上还有充裕的燃料 他可以用这部分燃料冲击发动机火焰 然而联合政府却拒绝了他的申请 因为从一开始计划其实就有两部分 A计划是地球成功逃逸 人类随着地球搬迁到其他星系 B计划是地球逃逸失败 那么空间站就会作为人类文明 仅存的火种延续人类文明 现在的这个状况联合政府自然是选择执行B计划 但是刘培强却觉得 如果失去地球上的民众 人类文明也就失去了意义 于是他破坏了莫斯的系统 之后便手动驾驶空间站 朝着发动机火焰逝去 在是命的最后时刻 刘培强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告诉他 爸爸就在天上 你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爸爸 随着空间站的爆炸 木星终于被成功引爆 地球被爆炸的推力推开 就此避开了灭顶之灾 之后他们将使出太阳系 进入到更漫长的流浪时代 关于影片流浪地球的解读有很多 有从其中包含的物理知识解读的 有从中西文化的对比进行解读的 星星在其中看到的是 这个时代最大的集体证后 这个证后就是人类整体的不确定性状态 在过去的久远岁月中 人类都有着一套明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 对家的眷恋 对确定性的追逐 使人类保持在一种根化状态之下 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人类逐渐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状态 整个人类也被抛到这种不确定的世界之中 世界观 价值观被不断打破并重塑 在这种眩晕之中 人类将何去何从 这种无所一品的状态 我们可以称之为去根化状态 整个地球的逃逸反映的就是这种 从过去世代连根拔起的漂泊无定感 在根化和去根化之间 我们就会感知到相应的巨大撕裂感 用大流解释三体的话来说 有家可归的自然选择号 和无家可归的自然选择号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在星星看来 这才是流浪地球真正的精髓所在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里是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